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的YouTube Channel被終止運作 YouTube 公司 Google 發言人證實 是根據美國制裁令而停止他的頻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說 美國有關公司以遵守制裁作為藉口 做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的政治工具 是完全錯誤、無理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汪文斌指出 這個行徑再次暴露美方破壞言論自由、資訊傳播自由 和網絡空間公平公正秩序的虛偽商標 以及打著各種旗號干預香港事務、干擾 和破壞包括香港大陸任行政長官選舉的險惡用心 他強調 中方警告 美西方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 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堅定不移 任何勢力都影響不到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順利進行 也阻擋不到香港由亂及治的大勢 再次期待 再次期待 再次期待